哈喽 大家好 我是芒果看天下的小周 我现在来到福州苍山区的梁错古镇 听说在这个古镇里保存了大量的明清福州古村落 非常的漂亮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梁错古镇最核心的一个大宅子 叫做永圣梁氏宗池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建筑一看就是非常的古老 看墙壁就是一些斑驳了 哇 但是这个建筑有两幅非常精美的墙画 就是我们眼前看到这两座大象 这非常奇怪 今天会把大象建在这个房子做一个装饰品 还是第一次看到 而且我们可以走进看一下这个大象 大家可以看一下 试用这种一块块白色的茶杯 拼凑出来的 很有东南亚风格 这里是永圣梁氏宗池 那上面的这一幅白象的壁画是为了纪念他们的一个祖先百岁寿城时候的一个礼物 而且你们发现他这个大象他脚上踩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啊 这是荷花 这是葫芦 这是什么 芭蕉扇 其实都是什么东西呢 都是一些八仙过海 就是八位仙人他们手中的一些宝贝 大家可以看到 核仙菇啊 铁拐礼啊 之类的他们的一些法器 非常的有特点哦 然后这边也是 如果我没猜错 像这个花栏应该是蓝彩河的吧 这个块白应该是寒香籽的 然后这个呢 应该是铁拐礼的 是不是 其实它寓意非常明显啊 就是这个大象呢 是代表长寿的意思嘛 而它脚踏这些八位仙人这些法器呢 也是祝福他们那个粮食的祖先他们的那个百岁寿臣啊 就这么一个寓意 非常有个性 这个应该在我们福建福泽本地也是比较少见的这种啊 墙壁浮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里有一坛水 粮错呢 也是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 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 探索 福州最美的古建筑博物馆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